因为我不想让你花的钱有一点点不值 这是一个漂亮小姐姐的哦 小姐姐呢 我们视频交代一下这个要怎么做 小姐姐好有想法 做一个普闲 六亚白线的那种 嗯 不错 然后再做一个宝宝佛 再做一片叶子 来吧 一定会按照你的想法做出来的 这可是个好东西啊 大家看看 这里还有一条淡淡的底色褥子啊 这个肿水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它的肿水是怎么样了 这里要把它切成两件 三件吧 之前呢 有几个方案不停的在更改 因为它主要的目的 是先这两件嘛 一件做一个普闲 一个做一个宝宝佛 到时候呢 宝宝佛呢 还会做得更年轻一点点 之前做的宝宝佛有点老成了 所以之前的方案就改掉了 改成比较年轻一点点的 毕竟宝佛嘛 然后这边剩下来 我大概在这里圈了一下 所占的位置 这个普闲占比很大 这小孩子带的宝宝佛就相当小一点 那这边剩下的怎么办呢 还有的 这边呢 会根据你剩下的料子的边边角角 能做豆子的做豆子 能做顶珠的做顶珠 这个料子好 它没有什么费料 全都是精品 这个请您放心 我告诉你哦 现在是这样子 先把镜头调转过来 好的 先让你欣赏一下 还没泡光 就现在已经出了这两件了是吧 还有呢 你看嘛 这是料子这么切的 边边像这有裂 又切了两件小的 现在是这样子 因为还有一块完整 这么大块的你知道不 意思是说 这个还可以再做一件东西 你想要做一件什么东西 这还剩一块那块是吧 对 之前你不是说 要做叶子或者做豆子吗 然后这一块呢 可以做一件非常饱满的叶子 那对最好了 对呀 在做的工程 我们不停的在调整嘛 调整出来 我肯定会把你的 所有的空间都会节省出来 因为这种料子 它是没有废料的 对 我相信你 就算你不相信我也没有关系 因为视频放上去 大家都有眼睛看 到时候就几百万粉丝 都是你的见证人 好的好的 我很相信您的 您给我打这个视频 就想确认一下 这做的一块料子 对 给你确认一下 就是说这块叶子 放它有裂 把它改成豆子嘛 但是我研究了一下 它还是能做叶子 然后呢 我就必须要跟您 再做一下沟通 因为我不想让你 花的钱有一点点不值 我要让你们享受 VIP的服务 那行那行 那我就把它做成叶子 做成叶子 再一起去抛光 好好好 那麻烦您了 拜拜 拜拜 晚安 晚安 这是在大太阳光底下的效果 就是那天我特意要找你 视频的这个叶子啊 非常的饱满 其实这个叶子 在这边的常规手法 是应该把它切成两个的 但是这个总共 切一个也无所谓 来 这是宝宝符 最好的就是这一块了 还有底色 而且这个底色 等一下到阴光 就是不开灯 把它放到一个白板上 它的底色就放出来了 不错 我们到灯光底下看一下 这是在没有灯光底下 放在板这里的 刚才这些没有拿出去 主要是怕它掉了 你看啊 这是用顶珠给它配上的 好 我们灯光底下看一下 整个晶莹剔透 我们看一下工 总好会曝光 宝宝符就是一定要 看起来更Q版一点 它可能会更好看一点 行吧 这样我就把它用绳子穿搭起来 小姑娘 祝您幸福美满